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減速機的入門認識篇 在減速機這裡是有許多形式的 一般減速機都是用齒輪的減速比來產生一個減速的功效 齒輪又有涵蓋很多種類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行星齒輪的部分 所以這一次我們所介紹的減速機是使用行星齒輪來搭配的 當然有其他的形式可能會搭配不同的一些齒輪 那你如果對於齒輪想要入門認識的 你可以到齒輪的認識篇那邊有詳細的單元可以去觀看 那今天最主要會以減速機的功能來跟大家說明 所以是不會講解到內部的結構 那這邊如果有興趣的人關於行星齒輪 你也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邊會放上多年前有運用行星齒輪的方式 運用3D鍵把它列印出來 那這裡也會透過這個方式讓你更了解一下行星齒輪是怎麼形式 或者是到齒輪的入門篇 那邊也可以來觀看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這邊它的功能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來介紹的是一段式的減速機 那這裡一段式它的意思就是 這裡面只有一組的行星齒輪 那通常這樣的行星齒輪呢 我們的這個長度呢會比較短一點 可能你需要使用到的減速比會比較少 一般都是可能10比或12比 那如果再高一點的話 這個齒輪就不適用 會運用到下一個單元的兩段式的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那減速機的用意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減速機一般我們都會搭配著馬達來使用 那馬達有涵蓋很多種 變頻馬達、AC馬達、四伏馬達 或是步進馬達等等的 這些馬達我們都可以來搭配減速機 那減速機的用意呢 從字面上我們就可以知道減速 所以呢我們馬達轉速很快的時候 減速機透過減速機它的轉速會變慢 那相對的呢它的扭力就會變高 我們呢就需要更大的扭力來帶動一些結構 所以我們才會運用到減速機的功效 不然有時候你需要很大的馬力的時候呢 你的馬達可能要非常大顆 那我們如果運用減速機呢 它可以把馬達縮小 然後透過減速機讓它放大 一樣能達到這個功效 所以減速機就是這個用意 那一般一段式減速機呢 用在我們比較低的速筆的時候 那你的尺寸呢不會太大 會比較適合用這一種的 那當然前端呢 法蘭的地方一般有的會做客製的 或者是有其他形式可以去做一個固定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兩段式的減速機 那這邊當然還是會有三段式的 那這邊呢我就介紹到兩段式的 那這裡兩段式的用意呢 意思就是我們裡面呢會有兩組的行星齒輪 那這裡有兩組之後呢 我們的減速比就可以再加高 那這裡呢就是 我們在上一個單元有講到一段式的減速機 那一般都是你的減速比是不夠的時候 我們就會運用到兩段甚至三段的減速比 那這裡有人可能會好奇說 那為什麼我不要把我的齒輪加大就好了 我可能在外面的齒輪 太陽齒輪在裡面或是怎麼樣去傳動 那我把裡面的齒輪變大 讓它的數比變高 那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當然要這麼做可以 但是呢你的體積就會變得非常龐大 那一般是比較不符合我們組裝的空間 以及我們的成本的一些使用的效率 那所以就會運用這種多段式的 這樣子呢會比較合理一點 那這裡它的用法 跟前面一段式的是一樣的 都是透過馬達傳動到減速機 然後產生我們要的扭矩 那這裡呢 那這邊一樣前端一樣也是可以做客製的 你要怎麼去做它 那一般呢我們都會選用 馬達長或是減速機呢 它有專門做的一些公規的 那我們運用公規的尺寸來去搭配其他的設計 也是OK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轉向式的減速機 那轉向式的減速機呢 雖然我們沒有看到內部的結構 但是我們可以大膽的去假設它 這邊呢 我們一般行星齒輪都是這樣直接 直立式的軸向的方式做出力軸 那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已經轉一個90度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 去推測它 裡面應該是用閃齒輪的 那這裡如果對於閃齒輪比較不熟悉的 你可以到齒輪的入門篇 裡面都有講起到閃齒輪的用意 它我們可以轉一個90度的角度 那為什麼我們會運用到這種呢 一般都是我們在組裝的時候 可能是組裝的空間問題 所以我們馬達轉一個轉向之後呢 會發現我們把一些空間呢 省下來 也許你的寬度就不用那麼寬了 那當然這個前端的地方呢 它可能有一些不一樣的客製 有時候呢它這裡是中空的 你可以自己做設計 搭配星軸來去做鎖附 或者是說它這個是單出力軸的 另外也有一種雙出力軸 都可以 那我們就可以依照我們 所尋找到的規格 來去選用 那在後端的部分 這邊呢就跟前面第一張 跟第二張單元所講解的是一樣的 它是一個行星齒輪的一個減速機 那這裡一樣會有一段式或兩段式的 那差別在於說我們的樹筆如果要越高的話 它的總長度會越長 甚至到三段式的都有可能 那這裡呢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我們在最終使用的這個出力端呢 它是轉一個90度 所以有時候我們用這種方式呢 反而可以節省一下許多空間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中空的旋轉平台 那這裡呢它一樣是用減速機所來搭配的 那我們看到這一段呢就是我們在組裝馬達的地方 那這裡如果對於說馬達是比較不熟悉 你可以到第一張的單元 那裡一段式的減速機 裡面有講解的比較詳細一點 我們就是透過馬達來組裝 那這邊一般都會預留個孔位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裡呢用工具把它鎖附起來 像這裡它馬達是夾式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夾緊 夾緊之後呢我們馬達旋轉的時候 就會透過裡面的減速機構來傳遞 然後最終我們來看到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中空旋轉平台 所以呢最終我們運用到的是這個平台 它有可能是裡面 應該是裡面這裡做的旋轉 那這裡呢我們就可以大膽的去假設 這裡這個形式呢它是行星齒輪 到這邊應該是裡面會有一組正齒輪來做一個搭配的 那這裡最終我們就看一下我們的規格 它總共它的數比是多少 那有可能你有一些搭配的數比 這邊我們就留給各位去嘗試跟參考 那最主要呢就是我們運用這個平台 所以當我們馬達旋轉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做旋轉 那我們就可以變成一個旋轉平台 是一個蠻實用的一個結構 那這個地方呢 那裡面呢會有指推軸層 為什麼呢 因為呢我們看到旋轉平台 它必須要是承受走向力 那各位不知道對軸層有沒有熟悉 那你如果對軸層比較不熟悉的 你可以到軸層的入門篇裡面都有詳細的解說 那我們以一般的知識來知道的話 一般的軸層呢是沒有辦法承受軸向力 如果承受軸向力的話 軸層容易壞掉 所以一般我們如果要承受這種軸向力的 這個力量的話 我們通常是會用指推軸層 它的軸向力承受的是相當好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理解 跟了解一下囉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 長形的中空旋轉平台 那這個地方呢跟上一個單元是一樣的 它的功能我們看到 這邊呢是行星齒輪 然後透過這裡我們大膽假設過 這邊應該是裡面有一組正齒輪 所以它這兩個是偏心的 到這裡之後 那這個地方呢會有指推軸層 我們來承受軸向的力量 然後透過這裡來做一個平台的旋轉 然後以達到我們想要的功能 那有可能我們馬達會 會是用正反轉的 所以呢上面的旋轉平台呢 有可能是可以順時針 也有可能可以逆時針 或者是呢你讓它寫程式做定位 它可以做角度的旋轉 那這邊的運用就會非常的廣泛 就看各位的需求以及你想要什麼功能 加上搭配什麼設計 它產生的變化是相當多的 那這裡加長形的意思呢就是 我們的數比可能不夠 那不夠的時候呢它就會有加長形 加長形的話呢我們就會再多一組的 行星齒輪的一個減數比 減數比上去之後我們的減數比越多 相對的我們馬達轉出來的 它的轉速呢會更慢 但是呢扭力會提高 那這邊呢我們就有優點跟缺點 那各位呢就評估一下 也許呢你不需要轉速快 你只需要它扭力大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運用加長形的就非常適合 它的減數比可以非常高 但是呢相對的它這邊走向的這個空間 你必須要用掉非常多 或者是說你覺得你的扭力沒有很要求 你需要它轉得非常快 那這時候你就會比較適合減數比比較低的 好像前面上一個張寫所介紹的中空旋轉平台 就沒有加長形 那相對的它的扭力 輸出扭力就會比較小 那這邊就看各位的需求 然後我們選用適合的減數機囉 最後呢我們來總結一下減數機的認識篇 那對於這幾個張寫來講解過之後呢 大家有沒有對減數機呢 有進一步的認識 那今天所介紹的呢 這幾種是比較常見的 當然減數機呢它的用法 以及它的形式呢是非常多的 那舉個比方來講 像這個轉向式的減數機呢 今天介紹的是行星齒輪版的 那轉向呢你也不一定要用這種形式 像我們更多常見的呢是鍋桿鍋輪的 那鍋桿鍋輪呢它就是一個交叉式的 所以它還是一個轉向式的減數機 那這邊當然有它的優缺點 行星齒輪的優點在於說 它的傳動效率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我們馬達透過減數機所輸出的扭力呢 通常呢是不會消失太多 一般都有90%甚至95%的一個傳動的效率 但是呢如果假設這個是轉向型是鍋桿鍋輪的話 一般鍋桿鍋輪它的傳遞的效率是不太好的 它可能最終只剩下50%甚至60% 所以呢你可能輸出之後的扭力還要再扣到一半 所以這邊呢當然有它的優缺點 鍋桿鍋輪呢它的空間可以非常小 那這邊呢就是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今天所介紹的這幾種呢 那像是一段式跟兩段式的 像這樣的一個形式 像這兩個是我們最常見的 那這種形式呢也非常多 運用在廣泛的馬達的結構 或是你可能有一些傳遞的東西 需要減數筆的時候 我們很常會用到這種馬達 那今天的教學呢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